画面中警方都在行人道上取样检测女子所贩售的物品 有没有俗称丧尸烟弹的毒品依托咪纸 依托咪纸检测阳性 警方也立即将女子依涉嫌贩卖毒品最先 依送高雄地检署侦办 带您来听一段警方说明 查过三级毒品依托咪纸原料8.5公克 丧尸烟弹两颗 调配烟弹使用油20品等证物 警方日前在网路上发现女子贩售三级毒品丧尸烟弹 还用香精客之花不同口味的烟弹 借此引用年轻客群 警方也于9号下午在高雄将32岁的成型女子弃拿到案 不过女子也知道使用丧尸烟弹 不仅会影响中出神经 造成四肢无力严重 甚至会造成昏迷 虽然自己制作及贩售 但却不吸食 警方也呼吁 依托咪纸常以电子烟的方式流通 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损害 切勿因为好奇而接触毒品后悔一生